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雄陈确信陈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呈现下扎拉回的一个格局 但是昨天大雄怎么提醒大家的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昨天如意其的一个座价反弹上来之后 昨天收容上涨 好多的一个专家又告诉你说 这个行情又要持续往上攻又要喷了 但是相信全市长只有大雄敢事先公开预告 我昨天就告诉过大家 我说这个行情要小心了 要小心指数的一个下扎拉回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告诉大家 很多人是看到今天的一个指数下扎拉回来 哇才来告诉你 哇我就跟你讲 哇今天的一个指数会拉回哦 拉回当然怎么说都对嘛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有谁能够事先公开预告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嘛 今天就是一如大雄的一个规划 下扎拉回来 好那么随着一个指数的下扎拉回 或许你会很担心啊 或许你会很害怕 但是大雄之前也告诉过大家 我说五月的一个震荡来是为了六月反攻大涨做准备啊 啊所以啊今天的一个拉回很棒 啊为什么很棒 啊因为接下来准备完大的 为什么我待会再好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 啊并且今天更令人开心的是什么 啊就是最近啊我们带着会员朋友全新锁定的一个金鱼啊 黄金鱼啊 前天标涨停 昨天大涨今天在标涨停板 三天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大师兄都讲在前面啊 啊只要你是我会员 只要是我的一个群组粉丝好朋友 也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啊从前天啊 啊从上礼拜啊54块2啊 啊带着会员朋友买进 今天在标涨停板 啊今天来到六字头 啊67块6 啊而且啊尾盘涨停板的一个所单量还高达2万多张 还高达2万多张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太棒了 才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啊 价差都超过多少 超过24% 吃多续爆不变 是不是该给自己一个掌声 啊如果说啊 啊你认同大兄啊的一个操作理念啊 啊以及分析跟看法的话 啊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啊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影片啊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想知道更多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的一个留言盘 啊你在底下留言啊 把你的一个问题写清楚 那大兄也会针对各位的一个问题随时啊 啊跟大家做完整的一个分析或探讨 啊那么如果说啊你想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啊大兄对未来的一个盘式以及产业的一个看法 啊也欢迎各位啊可以加入我们LINE的你可以直接点选啊 啊LINE的的一个首页啊 啊那大兄每日的一个标普全攻略你就能够免费线上收看 如果你想要在盘中能够啊掌握啊啊大兄第一手的一个讯息 也欢迎各位啊啊QR Code什么一下啊 加入我们的一个Telegram 啊那么大兄啊也会都在盘中第一时间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啊 真的是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跟爱护啊 那今天下杀下来之后啊 啊虽然啊短线还有下杀拉回的一个风险存在 啊但是如果有下杀的话就如同我的一个标题所言嘛 五月拉回啊懂得逢低不取找好股票啊的一个买点的机会 六月大涨上来你才能够欢喜收割啊为什么 为什么大兄会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嘛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虽然啊美国联总会啊啊这个包额啊啊表示啊 今年啊啊可能不会降息啊但是至少啊啊同时包额也表示啊 今年啊将渴望啊暂停升息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啊美国联总会激进升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 最大的一个危机已经过去了 再来就产业面的一个结构来看啊 虽然啊啊目前有些这个产业仍然持续的一个进行的一个库存 去化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包括的一个台积电啊 也预计整个的一个消费性的一个库存啊这个调整可能会递延到第三季啊 但是从最近的一个讯息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面板双虎有达群创啊 啊这些面板上游的一个关键零组件都释出的一个景气逐步回温的一个好消息 啊甚至包括的一个啊位移产业链的一个下游端啊的一个PC品牌 台长鸿基华硕啊也定调为今年是首季的一个这样啊将是首季全年营运的一个国籍啊 啊随着一个通路上的一个拉货启动啊PC这个产业在第二季啊啊开始渴望朝户书迈进啊 正式吹响了一个反攻的一个号角啊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啊包括的一个驱动IC的一个龙头啊的一个联勇啊 啊的一个的一个副总副总市长兼总经理啊王守仁也表示啊 哎他说在整个这个出货的一个组合星期的一个铺货还有六大陆六一八的塑销三大因素的一个推动之下 整个第二季的一个联勇三大产民线全部看征甚至展望第三季整个的一个这样整个的一个产业有机会怎么样 啊有机会因为第三季是传统旺季有机会持续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啊的一个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回温啊 所以显然啊整体的一个产业啊库存调整啊最坏的一个状况啊啊也已经过去了嘛 然后再加上的你可以看到啊每一次指数拉回的时候你会发现下面总是有一有一只手撑着 啊虽然今天外资是卖超啊自营商今天也是做调节啊但是你你你想想看啊啊在台股啊的一个高达超过两兆的一个股息啊啊那么这些啊两兆多的一个股息啊 一季在啊高峰会落在第三季啊所以资新活水啊啊这些股息收入的股息还会再投资到的一个资本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第三季在资新的一个催货之下那你想想看第三季第四季整个的一个台北股市会不会涨 你好好想想这个样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在今天下沙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你可以看到啊盘面上的南部华有许许多多的一个股票啊啊大涨上来甚至两个涨停板包括我们均匀涨停板 今天上市贵哥的公司的一个合计啊加速啊达到的一个涨停板加速达到27加 大涨5%以上的一个加速合计达到的50加 显尽市场人气都还在嘛既然市场人气都还在有什么好害怕的 况且啊在震荡整理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下档不论是啊在前低15200元200点的一个关卡或是啊的一个继续的一个连线 哎连线现在也逐步开始要走平了哦 哦预计再过一个一个月左右说连线不排除 就会开始怎么样啊的一个翻扬的一个上来哦 所以为什么我说五月的一个震荡来是为了六月大的一个防空大涨做准备啊 哦你自己去看看啊在过去啊啊每一次从2012年12月啊 当时候随着一个连线啊扭转上来后面都有一波的一个大大行情 或是2016年的一个六月也是一样 连线扭转上来后市都有一波的一个大行情 哎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哦而是一年一年半两年多的一个大行情 过去是如此几乎没有例外过那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嘛 所以重点还是在个股嘛那个股你要怎么样来做掌握 特别是面对的一个让啊区间震荡各不表现大不同的一个状况之下 啊当然你总只要懂得把握到对的一个股票 哦那么我相信啊啊后市还仍然是有赚不完的钱 等着大家一起开心来大赚哦那么到底哪些啊是对的一个股票 哦其实很简单啊你可以看到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啊这个资家中心的一个围影 围影今天是杀跌停那为什么今天会杀跌停 第一个嘛他股价已经先大涨过来了嘛 啊然后什么啊然后因为什么整整个的一个这样啊 的一个啊的一个四月份啊啊手继的一个 获利啊哦那比上一季啊是呈现衰退 而且四月份营收是月减啊超过47% 连减超过8%所以今天的一个杀跌停不意外嘛 我也是先提醒过大家 我说对于一些的一个涨高股 以托里基本面的一个涨高股 哦你千万不要去过度做追加 哦我相信你今天你看到了嘛 哦那么虽然今天下杀过后 哎短线仍然有下杀拉回的一个风险 哦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展望后市啊 包括的一个来自这个北美的云端客户 包括微蓝Meta 还有亚马逊三大客户的一个加持啊 哦那么公司也看好未来云端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需求 扩增到50亿啊的一个资本支出啊 哦重点在于增加放在的一个产能啊 哦加上这个AI伺服器的一个产品 预计最快明年的一个效益可望浮现 所以整个这个中长期的一个让啊 这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利基 持续成长向上没有改变嘛 当然我没有买啦 哦我没有买这档股票 哦但是你如果手上有这档股票 因为有很多投资朋友问到 哦那你手上有这档股票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那如果你不信套在高点上 啊明天再下杀你说哎真的真的要要要要去卖吗 哎我我觉得到到到也不必嘛 因为毕竟他中长期利基还是成长向上 所以这种股票通常很简单嘛 哎下杀下来因为连线下党的连线又有 又又渴望具有支撑嘛 所以下杀下来一定会反弹 你真的要慢你可以等到反弹 因为短线上他会进行的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但是中期不排除他有创新高的机会 这样各位懂了吧 哦所以每档股票每档的一个股票 你一定要持续去怎么样啊去做探讨 哦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明安啊高湖球的一个明安或大田都一样 哦那明安大田因为客户的一个库存调整的一个关系 公司能然持续的一个保守看待的一个第二季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索契的一个营收的一个获利 是计减连减啊 哦那么四月份的一个营收也是月减啊 哦以及连减啊 哦那五月到六月的一个年限度能然是偏低嘛 所以对于呃这些的一个这样啊 第二季的一个云能然是看保守 那第三季的一个产业情景仍然不明不明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股票 这种股票破线转落下来 这种股票反而上来你就是要懂得找卖点 哦所以有些股票是反而上来要懂得找卖点 但是有些股票贴下来 哎其实你是反而可以怎么样趁机来来来减便宜货 哦每每个的一个产业每个的一个股票不同嘛 哦所以在节目上我我可能没办法一一档一档跟你做分析啊 哦如果你手上有有任何的一个持股上的一个问题 没关系你可以透过那样的直接私讯大使兄 哦但是留记得留下你的一个大名跟啊跟电话 哦或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现场理专人员来做一个恰询的动作 哦比如说像同伯基板的一个这样 啊这个年貌也是一样 哦那么年貌你可以看到 因为氮气效应库存调整的一个关系啊 营运仍然是持续承受的压力嘛 啊所以这种股票可能要等到第三季 那第三季maybe可能是7月 maybe可能是8月 现在是5月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破线下来 这种股票哎如果说就整个的一个策略来说的话 反弹你还是要懂得找卖点 卖掉之后你真的想满你等到什么 等到将来的一个第三季落底之后 你再来考虑嘛 因为整个的一个营运的一个状况还是怎么样 哦还是还是还是不明朗嘛 哦所以像同伯基板那个年貌或台药也好 短线就会有怎么样 哦持续下沙拉回的压力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谈到的一个长龙阳明跟旺海 哦今天长龙阳明旺海 今天表现算还不错 今天反弹上来 哦但是反弹上来可以追吗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哦我觉得还是要就多卖点啦 为什么 就如同之前是大兄提醒大家的嘛 结构面啊还有趋势走空未变之前 策略还是要懂得反弹找卖点 哦因为你可以看到嘛 哦包括的一个这次的一个长约价嘛 哦今年的合约价 哇下修弧度达到75到8成嘛 哦也预据说哎今年的一个合约价 要回到的一个疫情的起长点 所以货柜山雄 哎长龙maybe可能今天有机会还小赚 但是阳明或是外海可能今年会亏钱嘛 去年大赚但是今年变小赚或亏钱 哦包括这个阳明也说啊 整个工过一球的一个状态啊 哦仍然是相当的一个严重啊 所以今年啊对于整个的一个货柜行运 要有长期看这样的一个准备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反弄上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可以看到今天反弹其实量也不大了 所以这种反弄上来上面都会遇到 沉沉的压力啊 哦遇到沉沉压力 所以这种股票一定要什么 哦一定是要跌的构深之后 才有机会做报复性反弹 那你说我现在的一个 从131.5到这个地方我做盘整 我跌构深了吗 我觉得还没有啦 我觉得还没有 所以手上有这种股票 我还是建议你要懂得反弹找卖点 阳明旺海都是一样 那旺海当然跌比较深 因为他业绩的一个衰退幅度比较大 那么到底哪些才是对的产业对的股票 哦很简单啊 就像我们待会没有锁定的一个事情可以玩 哦你可以看到在AI跟高效运算啊 的一个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特殊晶片 的一个需求的相当的一个强劲 所以继去年啊 大赚超过2.5个股本之后 今年首季啊 每股在赚超过的一个8块钱 4月份的一个营收年增超过185% 并且受费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先进制程的一个客户的一个 接单的一个畅旺啊 持续放量出货 包括这个北美云端客户的一个订单价值之下 今年营运逐渐成长可及啊 哦那么在整个的一个法人的一个预估啊 包括这个瑞幸的预估啊 哦今年美股的一个纯运啊 哦也由45块哦 跟53.5块哦 金明两年上调到47到58.5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你觉得说 哎已经涨多了吗 倒也未必哦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 他从1385块下沙下来 哎能够再度的一个上涨上来 大一小就提醒大家 这种股票我持续看好没有改变 你看我930块买进 你看这一波怎么样的一个大涨上来的 那当然这种股票 呃产业前景看好股票 重点只是在于什么时机 呃去掌握到好的买点问题而已 哦包括双红也是一样 哦整个的一个涨 整个的一个啊英戴尔啊 啊还有AMD的一个新平台 哦包括的一个AI的一个示威器 哦带动的一个高解热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需求 哦单价毛利率的一个攀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纵使的一个双红啊 4月份的一个营收出现月减年减 但是为什么股价得不下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啊你可以看到我买在什么地方 我从173块待会没有一路赚上来 哦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仍然持组持组看好没有改变 哦仍然持组看好没有改变 包括这个其佣也是一样啊 啊买在买其涨啊不必等啊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怎么样的一个大涨上来 哦那么甚至再到的一个涨啊 啊再到的金鱼啊 哦我就我就一再的邀请大家一起共享胜区 如果你早一天来找大涨胸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三天两根的一个涨领来 全版五字头第一期期的转期股啊 真的是恭喜大家短短几天的时间价差超过24% 超过24% 一百万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多少 超过24万 哦虽然去年啊啊是亏钱了 但是我一直跟他说过股价是看什么 是看未来不是看过去 你要知道啊 这次啊受惠者一个法案的一个入主 跟宏家金集团的一个加持嘛 那公司也积极转型 包括智慧零售博弈机台电动机机车电池交换站 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 乃至于智慧制造智慧建筑 甚至包括的一个啊 的一个昆山的一个立盟啊 的一个云端的一个高阶的一个机箱啊 客制化机箱 未来啊将渴望啊 高阶的一个部分将渴望油精鱼来生产 所以整体的一个营运啊 的一个爆发成长潜力充满着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哦那么大胸就是帮你把这类的一个这样 具有成长性的一个好股票给他挑选出来 你看买进之后三天两天的一个长平板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嘛 啊如果智慧你错过了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啊是各位可以来留意的 比如说我跟他说过的一个的一个滑指 滑指今天啊是下沙的 盘中还一度怎么样 啊一度下沙的一个啊 啊拉回3%4%左右 但是拉回好啊为什么 我就跟我的一个会员朋友报告 我说目前正在孕育什么 第二波的一个主身段的开始嘛 探权第一个指标嘛 你看到的是今天滑指跌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未来的一个机会嘛 为什么未来的机会 你以为哇这个波段 哇已经大涨期程涨很多了对不对 你自己去看看嘛 像滑城啊 我不是叫你买滑城啊 因为滑城机器已经高了嘛 我也是先提醒大家你不要追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滑城社会台台电的一个强化电网上去的加持 哇第一波你看软身起保先涨一倍 然后换手洗盘之后再涨什么 啊再涨73% 这就是多头行进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惯性嘛 所以同样的一个划者哇现在大涨的期程涨我涨多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啦 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 那除了这些股票到底还有哪些的一个股票是大家可以来留意的 包括很多人问到的一个台积电 那么台积电我当然觉得台积电如果有拉回 当然是可以四季来做一个的一个布局 但是他不会那么快 因为台积电真的要涨可能要等到六月或七月 那目前是五月五月台积电还会再做整理 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如果有压回能够压回的更低越好 为什么因为有急杀你才有什么低阶减评获得好机会嘛 那下半零碎的一个苹果拉货启动 那像这种股票说真的啦 等于是送分底 等于是送分底 就像过去下杀的时候市场上谁敢买 372 我相信你看到了后来到500多块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拉回 我可以告诉大家五月的拉回 绝佳的机会 低阶机会又即将补现 那么这个机会怎么来掌握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 也欢迎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么再来包括IC再版的新兴 那这档股票也是我们之前带会员朋友 大赚特赚的一档股票 九趟累计的价差超过一倍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都有讯息为证 都买在买低卖高买低卖高 你看连续九趟全胜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利空出进 该跌不跌 这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他已经准备 酝酿反弹的一个机会 所以像这些的一个股票 IC再版的新兴 库存去化 虽然第二季还在持续的一个调整当中 但是在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 那么相信三月四月 六月七月应该这种股票 应该就会有一波的一个账 的一个反攻的一个机会 重点是你要怎么样来做掌握 那么再来像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六开头临结尾的一个IPC的一个股票 那这档股票也是具备一档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转机 绝版的一个三字头 好股票 底不其长 不必等的一个好股票 大家修弄 大家传后 这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么想把握的一个投资分 有很简单 也欢迎跟我们取得联系 我常说是珍珠就会花光 是好股就会花亮 只要领先别人 他就排在你后面 你怎么样来领先别人 如果说你目前仍然有持股套牢了 怎么办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或调整 也欢迎各位 股票不对了 你就是换股操作 也欢迎各位来找大胸 将你手上的持股 要懂得太弱流强 换到听牌的好股票 你才有解套关身的一个机会 也欢迎大家带枪投靠 这是你唯一的一个机会 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或在线上填写号表单 大胸全面吸收你的不良会期 很重要啊 特别是在母亲节前夕啊 母亲节限时优惠 极品绝配1加1 第二波正在攻击花旗线上 五月标五王之王金鱼第二 大胸都要大家串好 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胸拿出最大的一个诚意 给你最低的一个满坎 让你所有的一个愿望 一次满足 跟着大胸 让大胸来帮你啊 一加一啊 大于二的一个绩效 来帮你啊 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 的一个忠效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绝无今有的一个机会 母亲节的一个限时的一个优惠 抢赚钱就是现在 happy gold 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想要跟上的一个好朋友啊 第二波站在攻击花旗线上啊 全新的一个主力标股 金鱼第二 大胸都要大家串好 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你只要在线上填写好表单 一旦买点机会浮现 大胸第一个通知你 想要跟上的一个好朋友 来赶紧把这个电话给他播通 母亲节限时优惠 极品绝配 一加一 大胸帮你创造 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绩效 欢迎各位的来电 02-23219933 022329913 我们明天同一天见哦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